红玉到了福瑞院 焦信果真站在门口 俏脸寒霜地说道 夫人身子不适 正在歇息 大小姐若有吩咐 姑娘就请跟奴婢说吧 奴婢进去禀报 红玉笑得十分可人 见到王妈妈在廊下冷冷瞧着 便扬声道 不是来找夫人的 是这样的 早上为了点小事 我们院子里丫头得罪了焦信姑娘 大小姐心里过意不去 特意让我给您送些点心来 全当是替那丫头说声不是 说完 她将拎着的石盒打开 揭开一层 里面装的是一小叠 枣泥山药膏 一小叠灵粉膏 打开第二层 却是一叠子桂花糖蒸 鲜利粉膏 都还冒着热气 香气四溢 王妈妈一看 心到这大小姐惯常会收卖人心 不过是一点小事 居然还专门派人来致歉 旁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多良善 端看她怎么对付夫人 便知道她最是笑里藏刀 免里藏针的笑面虎 不又愣哼一声 转身就走 伸手不打笑脸人 便是知道夫人恨透了大小姐 却也不好把笑盈盈的红玉 给赶出去 交信原来还以为 对方是来找回早上的一场 谁知人家是来赔礼道歉的 当即冷脸不好再蹲下去 善善地道 姑娘客气了 来我屋子里坐坐吧 进屋后 红玉把石盒取出来放在桌子上 又从袖中取出一个红包递过去 这是大小姐让我给你带过来的 她说夫人怀了孕 把妈妈年纪又大了 交信姐姐如今是夫人身边最义重的人 早上的事 不过是场误会 还请你多担待着 交信狐疑地接过来一看 却是装着两枚金戒指 一根镶了红宝石的簪子 一朵南书珠花 顿时脸上带了笑容的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 她心道 难怪欧阳府上上上下下都说 大小姐宅心人后 明明是自己欺负了她的丫头 若是换了别人 还不跳起来 她却反过来给自己赔补事 当真是稀奇 大小姐最是心善不过的 既然给了你 就断不会收回去的 交信姐姐放心收下吧 交信脸上的笑容 不由自主变得更灿烂了 赶忙拿了凳子请红宝坐下 两人之间的气氛 也不像一开始那么僵硬别扭了 红宇打凉了眼 这间虽然干净 却显得十分狭小的屋子 说道 早就听说了 交信姐姐是个爽力的人 看着小隔禁收拾得多干净整齐 果真是心灵手巧 秀外惠中呢 交信听她这么说 脸上还带着笑容 心里却有几分不乐意起来 自己来得最晚 得到的屋子也是最差的 还要与人同住 实在是与尚书夫人许给她的 那些相差甚远 只是当着红宇的面 这些都不好露出来 只能善笑道 你真是拿我开心了 我只是个丫头 收拾屋子还不是分内的事 红宇却笑着问道 只是姐姐是什么样的人才 这种屋子 你住不久的 何必费心去收拾呢 交信愣了一下 眼神却有些闪烁起来 我只是个丫头 不住这屋子 还能怎样 红宇微微一笑道 姐姐不要瞒我了 这府里上上下下 谁不知道 她拖长了声音道 夫人怀了孕 侯夫二夫人在这时候 送姐姐这样的美人过来 还用多说吗 然后 她笑着指了指东边林市柱的正物 焦信听了 勉强笑了笑道 侯夫二夫人是送我来伺候夫人的 并没有旁的意思 姐姐不要误会了 红宇故意露出诧异的表情道 这是这么说的 听说几天前 府里苗管市替他儿子向夫人提亲 说的就是姐姐你啊 苗管市的儿子是跟着老爷后头伴差的 人长得好 又有前程 府里不舍丫头求还求不来的好情事 夫人却坚持不肯 说姐姐你是尚书夫人送来的 她做不了主的 苗管市出来以后就到处跟别人说 姐姐将来是要嫁给老爷做姨娘的 这件事 所有人都知道呀 难道姐姐你不知道 交信万万想不到 红宇竟然说出这些话来 当初尚书夫人确实暗示过 让她来这里要帮着夫人拢住老爷的心 所以她一直以为 林氏会让欧阳志收了自己 可是等了足足两个月了 林氏也没有任何动静 这不得不让她开始胶着起来 红宇呃压一声 一副自觉失言的样子 哎呀 我在说这些干什么 这些事自有夫人做主 姐姐 你就等着过你的好日子吧 交信脸上的笑容越发勉强 又闲聊两句 红宇站起身来起身告辞 走到门边时 顿了顿 转身回头看了交信眼的 姐姐 咱们虽然才认识不久 倒是十分投缘的 不要怪我多嘴 你还是要多为自己打算才是啊 交信满脸复杂地望着她离去 只觉心底涌上来一阵 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 红宇一走 林氏立刻照了交信去 盯着她问道 红宇对你说了些什么 交信陪笑道 夫人 大小姐让红宇过来向奴婢赔不是 没别的事 林氏咄咄逼人地问道 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她 还问奴婢来福利是否习惯 啊 对了 她送来一个石盒 装了不少点心 奴婢一点也没有动过 夫人要不要尝一尝 交信轻声地问道 林氏冷冷道 吃了她的东西 只怕是要积食的 你自己留着吧 交信看了那冷冷的目光 只觉心吓一跳 低下头道 不知夫人可还有别的吩咐 没有了 你出去吧 林氏脸色又恢复了平静 淡淡说道 交信行了李浩准时离开 林氏看着她的背影 脸色越发难看起来 瘟疫旁地往妈妈倒 你说欧阳暖是什么意思 夫人 这位大小姐的心思 老奴实在是猜不到啊 王妈妈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横树夫人现在怀着孕 她再胆大妄为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对夫人您动手的 哼 我的孩子都被她害成天煞孤星了 她还有什么不敢的 林氏冷哼一声 眼神充满怨度 宝妈妈压低声音道 夫人 大小姐的事您可以先放一旁 老奴会替您看着的 想必她也翻不出什么花样来 只是这个交信 不知您可有什么打算 林氏眉头已皱到 二嫂的意思 的确是想让我替老爷收房 借此将老爷拢在我的房里 只是 她不愿意再给自己培养一个对手 万一二嫂另有心思 交信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周姨娘 想到这里 她的目光不由变得更冷 二哥或许是一心为我着想 可二嫂到底与我隔了一层 她有什么心思 还未可知 保险器件 我情愿从自己的丫头里 选一个老实木讷好掌控的出来 就在这时 突然听到外头有妈妈唤了一声 交信 你在这儿做什么 交信慌乱的声音传起来 奴婢 奴婢怕夫人还有别的吩咐 林氏面色一变 与王妈妈对视一眼 王妈妈飞快跑到窗边 一下掀开窗格 就看到交信慌慌张张离开的背影 王妈妈关好了窗子 回到林氏身边道 夫人 刚才的话 听见了 听见了也好 你去回了苗馆室 就说他求的亲事我答应了 只是交信嫁人之后 还要留在我的院子里伺候 我还用得着他 夫人 上书夫人 那边是不是 不必 回头 我就说交信和那苗馆室的儿子 情投意合 自己来求我育成的 他怪不到我的身上 林氏的声音越发冷淡 王妈妈知道 他已经不想再说下去了 心中不免叹息一声 不再劝说了